三藏公墓新建纳谷墙说明会 11号晚间在三藏社区活动中心举行 旭林乡公所和顾问公司来说明纳谷墙的设计内容 纳谷柜的样式和村民进行沟通 而景美村长金志雄表示 村民们相当期待纳谷墙的新建 说明会上公所和村民进行充分的沟通达成共识 纳谷墙也会在12月份开始新建动土 108年12月26号布拉丹部落召开三藏公墓新建纳谷墙部落会议行持同意权 获得主任们九成的同意 第二阶段的取决新建基地也完成了 第三阶段的说明会 11号晚间在三藏社区活动中心办理 景美村长金志雄表示 主任们相当期待纳谷墙的建制 而在说明会上公所和主任们充分的进行沟通 让说明会的流程能够完成 今天开会是我们第一次召开说明会 那我们昨天有去美妖湾那边 他们已经启用了 也是完整漂亮 那我们这边是经过我们这边筛选 然后再选一些他们使用的陶瓷啊 或者说骨灰罐 那我们这边经过大家同意 我们这边同意都很同意 希望赶快进行当中 因为我们现在主任都还在绣林公墓那里 在殡葬所那里 那尽量相公所说我们这边 今年或是明年度 然后做完的话 因为主任都去绣林那边 然后他们说祭拜有点做 他们心里想说好像有点某某的 那希望是把主任带回来 那尽量说也是很感谢公所 尽量做这一项的完整的 那明年动工之后 我们完成之后 那我们一起一起用 新闻相公所 兵站官员所所长林嘉宏表示 11月10号明晚 那谷墙启用之后 也邀请各村村长前来观摩 同时也给予大家的自信心 原来那谷墙设计 可以兼具环法 和部落文化 以及宗教信仰 而这次来到布拉丹部落 召开说明会进行图腾 和那谷会样式的确认 说明会程序完备之后 就要开始新建三战公墓那谷墙了 记得请问一下 明天的主要认识